因為我的選擇是心理智商背景的 我們也都會來開一個聊聊心事 就完全衝心裡的 你要知道渣男渣女的心聲 就告訴你渣男是怎麼形成的 跟原生家庭有關 這邊正論好玩好多了 好玩太多了 我們自己下次要用渣男渣女的類型 那我從你來嗎 各個總統候選人 你去正論的時候也許可以這樣講 我們來Podcast一下好了 要挑選政壇的渣男渣女的 拍運氣 那我們走得出這個錄音室嗎 我覺得我們肯定會因此爆紅